星巴克的咖啡多少钱一杯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有谁没有听说过星巴克吗? 它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成功的美国咖啡品牌 拥有着很多的门店和驾车者服务窗口 不仅仅只是在美国 在亚洲、中国、巴西和印度 堪称是一部神奇的成功史 问题是你想要持有他们的股票吗? 为什么你想要持有他们的股票呢? 而为什么你不想要拥有星巴克一部分股权呢? 该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股票也在不断地增长 让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股票交易价格从61美元下跌到53美元 价格有一点高 适应率为21倍 等待价格的回归 因为这个价格太高了 意思就是你给我21美元 我给你一美元的收益 这是市场对星巴克的解读 你对星巴克的印象是什么呢? 仅仅是一家能够卖出很多咖啡的公司吗? 业绩很好 品牌也很流行 你同样也得到了特许经营权 我指的是品牌 你知道并且喜欢这个品牌 你会经常去星巴克 现在已经有专用的应用程序 可以让你提前预定 提前支付 当你走到柜台就可以取咖啡了 然后你就可以和朋友去见面了 这些驾车者服务窗口怎么样呢? 他们再次获得了成功 提前预定然后取咖啡 你进一出 只要不到一分钟最多两分钟 所以这是一个平台 它不仅仅只是出售六美元的咖啡 卡布奇诺或者是其他的产品 你肯定比我知道的多 星巴克是什么? 是一种接触消费者的方式 它在发展中国家 一共拥有11900家门店 而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不仅仅只是在押注美国咖啡市场 同样也在押注中国的市场 在未来会像美国一样大 一切都很好 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21倍的市盈率 是的 我知道对于一个 还会继续增长的股票来说 21倍的市盈率相对来说 可能还值得商榷 如果你说它的市盈率超过21倍的话 即使作为优质股票 我还是会好好地考虑 关于这个股票的选择 我非常地担心 股票的价值存在着被高估的现象 21倍的市盈率 对我来说是一个风险 如果股票价格回落到40美元 受到波动 陷入低迷 如果和星巴克的产品无关 那就去买吧 我认为这是一直值得长期买入 并持仓的头寸 但是如果你以53 55 60美元的价格买进的话 那么我认为你最好选择去买10美元的龙咖啡 我们都知道味道很棒 但是每天购买 钱包会有压力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投资指南的全部内容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杜高斯贝电视的合作伙伴 马修斯蒂文森 记住 钱可以照顾你 但是他不会照顾他自己 我认为你无 discthe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常习 我认为你真正在 我认为你这样的 我也叫做 我认为你死亡上的 我认为你 感谢观看